展现神奇之道 神娃未解之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时间都去哪了 很多人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 时间好像是过得越来越快 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时间就像是厕所里转轴上的尾声纸 刚放上去的时候一整卷 用手拉起来很慢 随着卷数的不断的减少 就拉起来越拉越快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爱因斯坦讲过的 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不变的 近期科学家们竟然真的观测到了 我们的时间 它的变化比以前快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飘哥再问问大家 十年前是哪一年 马上回答 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2002年 但是2002年已经是20年前了 真正的十年前是2012年 2012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十年了 但是仔细想一想 还会觉得2012年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难道时间偷偷的加速了吗 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这个世界上让人最着迷 也是最公平的东西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时间都无比的重要 因为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会逐渐的衰老 最终走向死亡 古人有很多的劝告我们珍惜时间的名言 如时不我待 时过境迁 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我们的认知之中 时间就是一条一往无前的长河 它不会为了某个人而停留 只会永远的向前流淌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时间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而是一个描述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但是在我们的认知之中 经常会把时间给物化 其实在物理学之中 时间是不存在的 看到这里可能会让你感觉有些疑惑 时间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的吗 为什么要说它不存在呢 其实仔细的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 时间看不到摸不着 根本不是现实之中存在的物质 也不是某种能量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影响时间 所以才说时间并不存在 但是人类又需要用时间去描述 某一物体运动的快慢 而对于整个的宇宙来说 在诞生之后 时间就没有停止过 从宇宙诞生的那一秒开始 时间就开始了不断的流逝 现代的理论认为 在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并不存在 并且相对论指出了 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一体的 如果脱离了时间的话 我们的四维时空 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三维空间 在空间中物体的存在 也就没有意义了 宇宙大爆炸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能量 这些能量转化成了物质 同时也在促使着宇宙不断的膨胀 慢慢的宇宙才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但是和飘哥一样 很多人对此保留怀疑的权利 人们说生命源自于运动 这句话可能一点也没有错 甚至不只是生命的活力在于运动 整个的宇宙也需要不断的有物质的运动 才能够延续下去 如果说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停止运动的话 那么时间也就失去意义了 这个时候时间就停滞了呀 从微观的角度去思考物体表现出来的温度 其实是这个物体内部的微观的粒子的热运动的频繁程度 所以一个物体的温度越高 组成它的微观的粒子运动频率也就越快 科学家指出绝对的零度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因为绝对零度的时候就等于所有的粒子的动能为零 这个时候的时间也就静止了 所以时间的本质其实是物质的运动 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了呢 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时间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时间的本质 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指出 时间的流速其实并不是一致的 在某些的情况下 时间流失的速度会比正常情况下更慢一些 这种时间慢下来 被我们称为是时间膨胀 或者是叫中慢效应 是一个已经被科学证实的现象 现代的科学证实 在某些情况之下 时间的速度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当一个物体在运动的速度越快 它经历的时间就会越慢 不过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感受不到时间流速产生的差异 因为只有在物体的速度 接近于光速的时候 时间的流速的差异才会显现出来 最少也要达到十分之一的光速的量级 时间的流速才会明显 越是接近于光速 其速度就越慢 对人类来说 时间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流逝的越来越快 对老年人来说 曾经觉得一年一月一周 长得仿佛永恒的时光 一去不复返 他们重复的唠叨着 这些同样长的时间 如今如白鞠过戏般的转瞬即逝 于是一种古怪的情况出现了 对于未来还很长的年轻人来说 时间慢得好像是无限拉长了一样 而对于年长者来说 时间的流逝的速度加快显然不公平 其中的一个说法是比例理论 这是一个听起来复杂 但是其实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对时间的整体的体验 相对于我们年老时要短 比如说一个孩子 在他五岁的时候 他只活了五年 他自然会重视他生命里的每一年 而他重视每一年 都似乎比一个六十岁的老者的一年 要长得多 因为一年是这个五岁小孩生命中的百分之二十 而这一年对于六十岁的老者来说 是其比例的不到百分之二 因此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时间的度量似乎是变得越来越小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类的器官在逐渐的成熟 但是在度过了发育期之后 我们的身体其实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这也会导致我们对于时间的敏锐程度 不断的下降 仔细回想一下 就可以发现在上学的时候 经常的感觉到度日如年 但是在成年之后 经常一个不留神 就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是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 没有年少时那么敏感了 这也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两周的假期对于成年人来说 如同飞逝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 却包含着无限可能的无限时间 其实这里很容易出现另外一种脑洞 就是结合着前面咱们所说的微观粒子热运动的原理 那么深究一下感觉是如何来的呢 是否是自身组成的细胞的原子 比原子还小的直子中子电子 以及组成他们的弦理论的弦的振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慢了呢 于是才产生了衰老 反应变慢 感觉和直觉都会变慢 于是就体现在时间飞逝和感觉不到了 Oh my god 嗷嗷嗷 我们的感官只能够分辨到某种程度 然而振动的旋 其实是被程序化好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胞是逐渐在衰老的 都是被程序化好的一种自然 至少现在我们还达不到说是改变它的程度 还有一种情况 科学研究表明 我们地球自转正在逐渐加快 一天已不足24小时 地球自转速度究竟变快了多少 英国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称 根据科学发现 地球自转加速是从2020年开始的 虽然只有毫秒级的差别 但是却是自转变快了 比如说2020年的7月19日 就是近年以来最短的一天 比正常少了1.4602毫秒 地球的自转的速率并非是完全匀速的 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月球的潮汐力 巨大的二氧化碳导致的温室效应等等 据计算 因为地球自转速率加快 导致于2021年平均每天缩短了0.2毫秒 而这个速率还在逐渐的加快 往后可能是0.3毫秒 不得已 为了消除地球自转速率加快 导致的时间的差异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人为的对全世界所有的失踪 同时拨慢一秒 这个是真的物理上的变快了 细思极恐 我们每天有多少秒 大家知道吗 答案是只有86400秒 如果一直这样快下去的话 86000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几亿年之后每天会剩下多少秒了呢 说句实话 在爱因斯坦都没有搞清楚真正的时间空间是什么的前提之下 其实现在的科学一样并不真正的理解时间是什么 还有太多的东西有待于探索 这一集就相当于是一个抛砖引玉 当然还有很多的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解释 咱们曾经分享过一些 比如说人类本身就是在时间空间的幻象之中生活 时空本身仅仅是一个定义一个假象 还有说在更高的维度看来时间和空间并不存在 还有就是和集体潜意识有关 个人的时间感觉随着投入的经历的不同而不同 这里也有心流的概念 而后需要和集体的总时间进行不断的校对 就像是计算机校对一样的程序 这就更加的抽象了 没有功力的人就很难理解了 有时间咱们单改一句 最后飘哥想说 现实之中时间总是以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 在流逝着流淌着 所以好好地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不断地努力和进步才能够活在当下 让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的同时 有机会也要在有生之年去火星一次 感受下光的速度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感觉到你的时间变快了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